先把菜菜放進去 沒錯 這邊呢? 這邊可以先關火 怕無法顧及 我又不是專業的 沒錯 就這樣放進去就可以了? 對 放進去後 等它滾至少,可以加少許鹽 先把菜放進去 放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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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都是水可以的 不過我覺得好像很浪費水品 不用喝的 因為汁都很浪費 對 其實這個可以有三道菜 我們可以喝菜湯 不過我恐怕是傷風 它不受得汗 所以就不要喝了 菜湯拿回我喝 因為我熱氣 不要喝湯湯 這樣又不用你氣了 這樣就等它自己滾一會 不用你氣了 不用 還有綠菜和手菜有一個要求 就是不要蓋上蓋子 蓋上蓋子的菜是黃的 只要蓋上一條辣的比方 蒸魚也是一樣 然後現在呢 現在就剝蕃茄了 剝蕃 其實蕃茄比較乾了 我們就加一點水 加一點水 加一點熟飯 可以打過粟粉 我們先加一點水 給它 這樣夠不夠? 這樣又可以多一點 夠了 OK 現在慢慢自己煮一下 不煮嗎? 不煮嗎? 這個 這個 很棒 其實蕃茄我想去鮮味 我們可以加一點醬油 而且我想要生粉 更加一點 就加一點糖 少許好了 這個很多糖嗎? 夠了 糖嗎? 是我的方法 噢 芳芳和米酒 哎呀 大塊 太過了 先把肉 放進去 對 這個是阿哥隔 你快點撩撩撩撩撩撩撩 不過 接著要再加水 不要這樣倒下去 因為這個太稠了 太稠了? 對 為什麼看起來太稠了? 你這樣煮出來會很稠的 你再加一半水 你這樣煮出來嗎? 我擔心會很稠 你這樣煮出來嗎? 我擔心會很稠 不過我煮出來 還有呢 其實呢 其實呢 我家裡很少打蜆 除非必要也不打蜆 因為我喜歡煮出來 現在呢? 現在都可以 這樣 我們打完蜆 先 那邊箱呢 我們要看看菜 還有用筷子夾著菜 看看熟味 夾著飯來看看 夾著飯來看看? 夾著飯來看看? 你也知道外外 是不會拿筷子的 用一條元朗木機把 這就是元朗木機把 對了 你看到這樣 其實熟是可以吃的 那就是熟火了 沒錯 熟火 那至於這個呢 我們就可以倒一些蔥下去炒 炒完兩炒 就攪拌一些蛋下去 再炒 這樣就… 倒下來嗎? 你喜歡吧 你吃不吃蔥嗎? 可以的 因為我怕蔥生了 其實如果再靚一點的 放下呢 讓它炒完 放在中間 就變成蛋 沒錯 那些蛋呢 有兩個做法 一可以攪拌一下 炒椅呢 就我們上了 碟 先 然後蛋白在中間 倒下去炒 再炒 好啊 那你喜歡? 倒下去炒 差不多 這番蔥就可以起鑊的了 等等 我們準備一碟 現在吃了一些 一手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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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緊 欸?好像小了 還是要大便 一步步 什麼? 一步步 什麼分別? 最好 算了 幾毫米 只要拿碟 現在不是沒有幾毫米 不要破碟 冷靜 就可以炒夠了 算了這個也足夠放的 不過等我裝吧 比較好一點 不錯 謝謝 謝謝